OK 这边示范一下 Heuristic 来测试 我们 那个 Unity的训练环境 那我点这个Car Agent 然后 到他的Behavior Parameters Behavior Type 我选成Heuristic Only OK 然后我就可以Play,但是Play之前我先把 上一次Play掉先Clear掉 OK OK 好那我现在就直接Play Play 的时候 现在Unity就启动了 然后启动了以后我点这个GameWindows一下 就可以 前进 往右转 后退 左 OK 然后就把它 Stop掉 Stop掉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它印了很多东西 第一个 就跟我们讲义讲的一样 在这个 Clack Observation这边 我会印 现在的 时间 OK 现在的 时间 以及一直到毫秒 所以现在是 2020 11月19 下午4.08分34秒 573毫秒 然后我把 Delta X 跟Delta Z 印出来 所以Delta X Delta Z 所以你看得出来就算我不做动作 他也会一直 去呼叫这个Clack Observation 一直印 一直到我按下了 按下了 4个键 所以当我 我找一下 Perform Action 这个地方 OK 从这里 我先按往上 OK 我按往上的时候 到 Perform 按Action Receive 一样他也会印 几点几分 然后呢 那个 就是 前进后退跟左右旋转的量 你可以看到 PerformAction 当然我因为只按 往上键按一下 但是呢因为他一直在侦测 所以其实他做了好几次 PerformAction 因为我是 上右嘛 所以你 一直看到 这边 只要这个 第2个参数 不是零 他都一直在 执行往上 所以我感觉我才按一下 但是Unity 已经做了这么多 OK 再过来 OK 然后再往 往右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往右又做了很多遍 再来 我按往下 一直到 这个 一直下来 OK 可能要 要找一下 OK 大概是这样 我看得了一会儿 帮助我 我们下来 稍微